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如果换成是小朋友来体验的话 也一定是非常的有趣 然而当天到场参加这项活动的家长 也都认为真的达到了教化的意义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 日前举办一日小警察的体验趣味活动 报名参加的学童超过50名 他们穿上Q版的警察制服戴上警帽 模样相当的讨喜可爱 新北市政府特别将今年 今年四月份定为快乐的儿童业 那因为今年的生肖是属猴 所以以小猴子的天真活泼 好奇探索 对未来充满期待的这种象征 所以要求我们各局处 都配合来办理 这个四月份的快乐儿童业 新北市妇幼警察局表示 现场特别准备了许多套Q版的警察制服以及警帽 让参加的小朋友都能够穿上拍照 办理这个一日的小警察的体验营 让我们小朋友能够体验我们警察的工作内容 然后增加他们自我的保护能力 平日冲锋陷阵的保安大队警察霹雳小组 也在会场展示了警用的配备 除了常见的90手枪之外 警铐、警棍、盾牌以及指挥棒等等的装备 这些平常只能在电视中看到的警蟹 如今活生生出现在眼前 让小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兴奋 前来参加的家长也直呼很有教育意义 记者在新北市采访报道